东欧国家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本国人民选择的结果 而是外来政权可以怎么样 强加的 一架苏联飞机停在这 然后从飞机上下来一个人 这个国家共产党的总书记 叼着烟斗就解放了他的国家 完全就是苏联红军打到这 把自己的制度强加到这 苏联人跟美国最大的区别就是 美国是把盟国当朋友 而苏联是把盟国当奴才 为什么中国跟他掰 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跟他掰了 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苏联他对这些国家的压榨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到这种地步 另外像东欧很多国家 在历史上跟苏联的仇是非常大的 最典型的波兰 仇非常大 所以波兰的人民把本国遭受痛苦的根源归咎于苏联 你看这个特别有意思的 你比如说物价涨了 波兰的妇女挎着蔡兰子上街买鸡蛋 一看物价涨了 买不起中国妇女一般人回来是打孩子骂老公 把气儿撒在家里 你看你这窝囊 我一年没买首饰了 两年没看电影了 三年没换新衣服了 孩子上学交赞兜费 咱也交不起 你看这房子也没换 开始折腾 一般就这 波兰人不干这 这物价涨跟我老公有什么关系 所以大家就上街 包围了市政府 市委 苏联领事馆 苏联文化代表处 抗议物价上涨 第一句 第二句就打倒苏联 第三句就打倒共产党 转头就扔进去了 苏联的使馆就一片狼藉 怎么办呢 调警察来镇压吧 大姐们往里扔石头 警察就来了 警察也来 大姐们的另一半都不干了 大哥们全来了 大叔打呗全来了 那镰刀斧头班子就全来了 得 警察镇压不了了 警察镇压不了了 就得叫谁来 军队 坦克就得开上来 于是一场流血就难免 物价一上涨 坦克就上街 这是必然规律 物价一上涨 坦克就上街 物价一上涨 坦克就上街 所以波兰一看 这家伙不行 不行怎么办呢 别涨物价了 物价不能动 从五几年到八几年 物价就不动 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吗 那开完乐 物价谁说了算 市场说了算 你政府不让涨 八十年代 肉类价格上涨 全国总罢工 肉价涨了 全国罢工了 全国这一罢工 波兰人民军总参谋长 雅鲁泽尔斯基大将 宣布军管 并且他当选为波共的第一书记 当选为总统 然后波兰进入军管 你这一军管就相当于发动了军事政变 对吧 发动军事政变 全世界都就谴责制裁 十年的功夫 波兰的经济就日一走 下坡路 所以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 瓦文萨 组织了团结工会 跟政府斗了十年 最后 这个波兰政府下台 这个 就是发生了巨变 波兰是第一个发生巨变的国家 发生了巨变 十年之间 十年的功夫 然后就轮到了民主德国 从反对派出现 到共产党下台 十个月 匈牙利十个礼拜 罗马尼亚十天 证明这个 积怨怎么样啊 太深了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 积怨太深 罗马尼亚 我不知道 你们肯定 你们没有印象 就是不可能你们有印象 他总书记叫 齐奥塞斯库 89年这个人民起义 把他处决 逮捕处决 有意思到什么程度呢 那会儿的电视新闻啊 我记得特清楚吗 中国共产党 总书记赵紫阳 致电罗马尼亚 党和国家领导人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和埃列纳齐奥塞斯库同志 两口吧 这个老公是总统 党的总书记 媳妇是国家总理 儿子是罗马尼亚 人民军政治部主任 这国家整个一夫妻店 对吧 整个一夫妻店 你甭说社会主义国家 你就君主专制的国家 你见过皇后兼任首相的吗 有这事吗 说皇上 然后皇后兼任首相 没有吧 后宫不得干政 新皇帝登基年幼 太后垂帘 这这还不符合组制 对吧 还名不正 人家也名 唐儿皇知道 老公总统 老婆总理 儿子管军队 夫妻店吗 这国家整个一个 然后后来 这几个独裁者上刑场的时候 那女的还横 还跟那柜子手横 你忍心向我开枪吗 我跟你妈一边打 人贵头就说了 我妈就是被你害死了 对吧 你不说这话还好 说这话多打几枪 诚心不往要害上打 先断几个手指头 然后把耳朵打掉了 我诚心断几个手指头 然后把耳朵打掉了 对吧 拿你练准头 打完你 逼了你 我参加奥运会 射击能拿金牌 对吧 我这么着 所以他那个 你为什么这些国家 这个共产党 那么容易被人抛弃 在他们国家老百姓的眼里 你这个总统就相当于中国的溥仪和汪精卫 你什么人啊 傀儡 你代表谁的利益来统治我们 苏联 对吧 你就是傀儡 你根本就不代表我们国家的利益 这种制度不是我们选择的 是苏联强加给我们的 你们是苏联的走狗 就这个意思吗 另外就是玩的太过火了 这帮国家 太腐败了 谁搞腐败都可以 共产党不行 皇上 那叫腐败吗 天下就是我打的 我打的天下的目的就是选美女 就是盖宫殿 对吧 所以我堂而皇之的 我改朝换代 共产党不行 你打的旗号是解放 全人类 你就这么解放 你解放谁啊 你自己是解放了 对吧 你解放谁啊 你像这保加利亚 共产党头子 日夫科夫 别墅四十多座 豪华轿车一百多辆 你真解放 是吧 比尔盖茨有这个 你别记住 人家自个儿正来的 你这个东西 因为你掌握了什么 权力 因为你是总书记 你弄着狗是总书记 他也可以拥有这么多别墅和汽车 对吧 刚才咱讲的奇奥赛斯库 他那总统府啊 连那个水龙头都是金的 门把手全是金的 建一个总统府七十亿美元 当时罗马尼亚一年的外债是七百亿美元 外债的十分之一 休总统府 停车场能停下一万六千辆小轿车 也不知道整个罗马尼亚有没有那么多小轿车 能停下那么多 如果按照生产力的这种 就是购买力平均价计算 他那总统府能盖三十个故宫 就那么来劲 那么来劲 南斯拉夫共产党头子铁托 他应该叫金托 他身上所有的配件 都是金的 老小子一到晚年 肚子 你记这儿不是完了吗 那腰带 他又不去 他记底下 一激动腰带就开 裤子往下掉 裤子往下掉 他为什么 因为你金的太沉了 他扣不住 扣不住 要不您弄个背带 要不您就记这儿 记这儿多好开 全国人民都认识你 化妆都没用 联合国通缉好通缉 您记这儿 多好 他不去 他没记这儿 一激动 金托 应该叫金托 所以你太腐败了 最后就被人民给怎么样 推翻 给抛弃